大家好,聊一聊中国的商品 出口到越南经过包装,然后再出口到欧美,这个环节行不行得通啊 我知道很多中国老板他们来越南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避开美国对中国的高关税 因为在越南是有关税优势的 很多老板,其实在越南的投资也好,在越南生产,它的成本并不见得就比在中国低啊 因为在中国他们有现有的工厂,以及熟练的基础工种,包括各种低成本优势 在越南的话,可能只有人工确实比中国便宜 但是其他方面,尤其是你刚来到这里要重新投资,你的成本可能刚开始会超过中国 他们想的是我能不能把商品直接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越南 然后在越南贴牌,然后再出口到欧美国家 这个办法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只有在越南本土生产的成品才有产地证 越南的产地证,证明你是在越南生产的 你才能享受到越南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关税优惠 如果你在中国的商品直接运送到越南 你没有这个产地证,你是无法享受到这个关税优惠的 那你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你直接在中国的港口出口就可以了 因为既然享受不到关税的优惠 你在中国出口和在越南 拉到越南,在越南出口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所以很多老板,这一点其实是一个你想能想到的 美国和越南都能想到 他们不会这么傻 就让你多做一套手续就可以骗过别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想享受到这个关税优惠 你必须在越南投资社场 当然你说也不一定要从零开始 你比如说你生产一个设备 你不可能说我从零配件到整件生品都在越南生产 你只要证明你这个零配件现在在越南 因为技术因素你无法生产 或者是生产成本太高 导致你无法在越南生产这个零配件 但是这个产品本身还有其他的配件 在越南能够生产的成本比较低的 你可以在越南生产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你直接把产品 基本上大部分的产品都在中国生产 然后拉过来 在越南简单组织一下 这个应该是拿不到产地证的 拿不到产地证就无法享受到这个关税优惠 所以你要来越南投资一定要考虑好你的产品 是否可以在越南生产 包括零配件的占到总体产品的比例有多少 不是简单的越过来 简单组织一下就可以获得关税优惠的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